46岁的女艺人佩珍经常穿梭在各大广播电视节目担任主持人 不但外表清秀亮丽 还常常给人一种精打细算的好媳妇形象 而她在2008年时和医生老公王作轩结婚后 陆续生下了一女一子 家庭生活可谓幸福美满 她甚至会在节目上分享育儿日常 更是推出了新书 叙述自己经营婚姻的点滴 结果传出了婚姻危机 根据AT Today新闻云报道 佩珍上节目叫我神队友时 聊起当医师娘背后的艰辛 表示夫妻俩在生活上常有各种摩擦 像是在小孩子的教育上 想法也就会有落差 她坦言 有一次女儿很想要一只手机 而她当时也答应了 只要成绩有达标 就可以买给女儿当奖励 结果后来成绩出炉后 女儿和之前设定好的标准差了0.1分 所以她就决定了不买 没想到老公知道后 却反过来责怪她太严格 认为成绩其实没有差很多 何必那么斤斤计较 觉得还是应该要给女儿一点奖励 但是贝珍在这件事情上很坚持 表示本来就讲好的规矩 所以该怎样就要怎样 直到最后老公也没办法了 只好做出让步 而除了小孩子的教育 夫妻俩几年前也曾经大吵一架 甚至感觉不爱了 原因是两人生活节奏完全不同 我看她不顺眼 也觉得她都不理我 不过贝珍表示 她不曾怀疑老公有小三 只是觉得她怎么那么忙 心思都不在自己身上 于是就决定采用冷暴力来处理 完全都不理老公 结果这样的处理方式 却直接惹怒了对方 甚至难得对她撂下重话 如果你要这样对我 就代表你真的很不爱我 那么我们就可能没办法在一起了 一句话喝得她顿时醒悟 知道自己用错方法了 其实婚姻就是要有效沟通 以前我都用闹的方式 引起她注意 后来发现好好讲 才能让对方明白 现在夫妻俩则是会一起培养兴趣 而佩珍也强调 婚姻不是渐渐改善 就会是渐行渐远了 冷暴力真的很不应该 人与人相处就应该要多沟通 才能解决问题